先请我们松心兄跟大家来谈一下 先从美国谈起好了 这一次看起来 这个三月升息的步伐 你看鹰派开始谎话了 你看沙漠森认为应该考虑升两码 本来大家认为今年升三次 那各升一码 现在4.5到4.75 如果两码就5到5.25 我们本来在一年多前就说过了 是实际上这一次的通膨 全世界性的 它是结构性的通膨 它不是说像过去我们只是单纯讲说 因为我今天超花货币 大水患烂 所以我就有通膨 我收银根就可以收起来 现在不是嘛 现在有战争有其他因素 这一张表给大家看 这实际上是一个目前状况 就是说 其实目前全球的经济次序 可以讲在崩解之中 因为气候当然是一个因素 中美贸易战争 乌克兰战争 其实南方国家 就是以前我们所称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满现状 WTO现在是没有功能的 那因此我这张表里面给大家看到 就是说 目前是两强相争 不是只有站在这一种 地盐政治里面的这个战争 或政治立场 这里面包括经济的话以前 如果说今天中国要重新建立的 这个经济次序本身 没有弄好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个通膨只会一直上去 那美国目前当然是提出的IPF 所以其实讲起来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光是靠货币政策 要把通膨压下来 其实就是有困难 他们原来议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认为中国会带动这个通膨 因此必须要更激烈一点 那刚刚社长也提到 显然的中国的负数的力道 没有那么强劲 所以这张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通过紧缩 他不管是说这个生产者的物价 或者是消费者的物价 其实他面临的是一个紧缩的状态 在紧缩的状态之下 他不太有可能 照原来议奇的带动 全球的通膨 实际上中国我们等一下有时间讲 他可能还是接近在系统性 风险的边缘 我好像要来跟大家来喊一下 这一年其实大家比较震惊 就是巴菲特买台积电 原来大家认为应该长线了 结果他一季就杀出来了 所以造成台积电的股价 他到五百块就比较益准华利 那现在来看 就金盐代工在过去是好都不得了 台湾我们把那个四家金盐代工 从台积电 利基电 然后这个世界先进到连电 加起来去年赚1兆1780亿 然后如果再把瑞翼或是联花科 再加联勇 总共赚1兆3048亿 这个是历史上很少看到这么强劲的获利 现在金盐代工因为景气在过去这一年之外 我们有一段时间经历晶片短缺 秋后用晶片大家都在抢 现在台积电说产能利用力可能利手八成 那三星的营业利益大概去年暴跌75% 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非常的严峻 我们怎么看在这一轮的调整后面的变化 我想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从台积电这个商业模式来讲 事实上并不是巴菲特喜欢的 他是一个非常高资本支出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那他以前曾经就他的团队也买过英特尔 那那个时候他也是做过买了一季第二季卖掉 后来再过一季又买 然后再一季又卖掉 就在这一年他进出了两次 那后来当英特尔七年时间涨三倍的时候 巴菲特完全没有参与到 所以这个是他之前半导体的曾经做过的投资 那台积电机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一个parking 一个钱的一个parking 但是也不代表说他之后会不会再park 再来一个就是说半导体在做一个很架构性的改变 就是说过去的台湾的是说我们回头看我们 我们的成长是先开始做代工做纺织做鞋子做衣服 或者做PC做半导体 我们的价值链不断的在往上 同样美国从60年来以后 开始他本国人靠不住 他就开始凹缩出来 先从日本韩国台湾到中国 现在东南亚再做这样一个趋势 突然一下美国人开始本来是让美元做 让全世界做他的奴隶 现在突然自己想要打工了 那所以说把台积电带到美国去 但是台积电在美国它的成本是台湾成本的一倍 所以他在美国他不可能赚钱 那同样他在美国竞争力就跟英跳一样 同样在美国生产是没有竞争力相对于台湾 因为台湾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个半导体产业设备全球一样 你就是拿最好的设备 再来化学用品 就拿日本的化学用品 再来就是台湾水电土地 请全国之力来服事台积电 包括以前曾经有这个硬股票换钞票的过程 然后台湾的人在台积电上班 非常有光荣感 非常努力地在工作 而且人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美国的工程师不是这样的 叫我做什么先问为什么 台湾擅长做的是从1到100 美国擅长是从0到1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 这个台积电模式要成功 对台积电来说也是个改变